大家好 今天我来聊一聊龙龙队 龙龙队到底对不对 我们生活在一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 也生活在一个藐视权威的时代 所以大家呢 越来越多的会在自媒体上看到 有的人指出龙龙队的错误 这也正常 因为指出龙龙队的错误啊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 你会有两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呢 就是你会感觉我有独立思考能力 你看你们从小学的都是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说啥都对 诸葛亮龙龙队是一个伟大的战略 但我现在就说龙龙队不对 我多有独立思考能力啊 我没有盲从 第二呢 你会有一种优越感 你看我都指出诸葛亮的错误了 那证明我比诸葛亮还聪明 跟你说我得多厉害 所以这种 对独立思考能力和智商的这种双重认可度 会让很多人特别愿意指出龙龙队的错误 当然也不只有愤青或杠精这么做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伟大的文学家 历史学家 政治家 军事家 都指出了龙龙队的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看龙中队到底对不对 好 我的视角呢 是把三国呢 看成一盘棋 就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说的话 昌天如圆盖 陆地四棋局 世人黑白粉 往来争荣卢 我写过一本书就叫《英雄的棋局》 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就是想看到1800年前 诸葛亮看到的天下究竟是什么样的 为什么叫英雄的棋局呢 我们普通人下棋 是以十子为棋 文平为局 计算胜负 但英雄下棋 是以兵将为子 大地为局 争夺天下 那我们就以下棋的这种视角 来看看龙中队 首先这个队呀 它是一个问题 是对别人问题的回答 那刘备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三国之诸葛亮》传理说的很清楚 刘备说 就相当于刘备下棋下的事 不知道这步怎么走了 所以诸葛亮说了 这个龙中队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背诵这个 龙中队 是吧 诸葛亮说 至董卓以来豪杰并起 跨州联军者不可胜熟 豪杰并起 哪些人豪杰啊 诸葛亮说了四个 曹操孙权 然后荆州的刘表 益州的刘章 这就是诸葛亮对当前棋局的分析 我们如果通过这种地图 可能会更清楚 为什么分析这四个人 因为当时天下呢 就被这基本上 被这个四股势力给割据了 当然菱形的有一些比较小的 比如说东北的公孙家族 西北的马烧寒随 这个南方的这个世界 但是呢 就是在中原地区 在这个腹地 基本上就在四甲 北方的潮潮 然后南方 西边是刘长 中间是刘表 东边是孙权 所以这么四股大势力 那诸葛亮呢 其实就对这 首先对这个棋局进行判断 咱能跟谁下 能去进攻谁 如果大家看这段文字呢 比较糊涂 那我就给大家变成了这种思维导图 可能比较清楚 诸葛亮说 那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 都哪些豪杰 首先是潮潮 第二是孙权 然后是刘表刘长 然后祝阳对他们每一家 都有一个评价 中原潮潮说 已有百万之众 邪天赐而令诸侯 此诚不可与争锋 不能跟潮潮打 孙权呢 国贤而民父 邪能为之用 此可以为元 而不可徒也 孙权也不能打 但是可以跟他交朋友 那可以打的是谁呢 荆州刘表 此用武之国 而其主不能守 此待天所以之将军 然后还有一周刘长也可以打 民音伯父而不知存许 智能之势 此得明君 这是对齐局的判断 很清晰 接下来诸葛亮的交流被 该怎么下棋 怎么落死 诸葛亮说 西将军既帝势之重 信义诸于四海 忠乱英雄 思贤如可 这都是开始 恭维刘备的话 然后接下来说 怎么下棋了 若话有精益 保其严祖 西河祝荣 南府一月 外解好孙权 内修正理 天下有变 则命于上将 将荆州之兵 以向院落 将军身率 一周之重 出于秦传 百姓属感不但实乎将 以赢将军者乎 成如是 则罢也可成 汉事可心意 这是诸葛亮的 这个洛子的几部棋 我给他做成这个流程图 可能更加清晰 第一步多去荆州 第二步多去义州 他俩合一来叫夸有精益 然后内修正理 外截孙权 然后就等 等天下有变 如果没变 继续修 继续节 有变的话 就两路被罚 一路呢 是上将将荆州之兵 一路呢 是将军身率 一州之处 这么做 那就是霸业可成 汉事可心 这个流程图 很清晰 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 我们需要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天下有变 什么叫天下有变 历来有两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 对天下有变 指的是 曹操之死 曹操死了 天下有变 第二种看法呢 是 曹操串位 变天了 天下有变 这种看法可能都对 也就是说天下有变 它不一定是单指某个事件 可能是那种巨变 曹操死的是巨变 曹操串位 也是巨变 我们知道后来 关于北伐 关于北伐 这个是不是龙龙对计划的一部分呢 按照刚才我们讨论的标准 它不算 因为曹操既没有死 也没有串位 好 问题二 谁是上将 将军身率一州之中 这个将军当然指的是刘备 那另一路北伐是谁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 是关于 因为刘备把关于留在荆州了 这可能就为了北伐 但是这是刘备的观点 诸葛亮 在诸葛亮形成 关于是不是这个上将呢 我觉得未必 未必 我们不要被上将这个将迷惑 或者说我们不要以为 将就是三国演义中那种 会单条的武将 周瑜算不算将 肯定算了 周瑜在三国演义里 可没有单条 诸葛亮算不算将 在历史上 我觉得应该算吧 你当过大将军吗 没当过大将军 左将军还是右将军 是吧 从丞相自贬三级以后 成为了 左将军还是右将军 那诸葛亮也带兵打仗 所以我理解 这个上将 这个上将 按照诸葛亮的标准 应该是他 应该是他 就诸葛亮最后希望看到一幅场景 是刘备从四川 从益州北伐 诸葛亮带着一支部队 从荆州北伐 至少 诸葛亮 自己自认为是有这个信心的 所以后来 他选择自己一路北伐 再就是 诸葛亮后来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其实也确实是两路北伐 诸葛亮对两路北伐还是比较痴迷的 比较痴迷的 那诸葛亮当时两路北伐 自己一路 那另一路是谁呢 是赵云嘛 赵云邓指一路 诸葛亮自己 大概在马术这头是一路 那第三 汉世是谁的汉世 谁的汉世 是刘备的汉世 还是刘邪的汉世 就是是刘备的汉世 还是汉先帝的汉世 或者说刘备一旦把天下打下 他会把这个天下给汉先帝吗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就像把荆州打下来 他能把荆州给刘齐吗 打下荆州以后刘齐就死了 没有证据说刘齐是被谁害死的 但是这个问题太容易阅谋论了 刘齐死的那个时间点怎么那么恰当 刘齐要不死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推想汉先帝与刘备的关系 一旦打下来天下 而且诸葛亮说的很清楚 诸葛亮说的叫霸业可称 并没有说 大业可称 大业呢可能是兴服汉世的大业 霸业什么叫霸业啊 称霸一方 但是三国演义为了别把刘备写得那么有野心 别把话说那么透 这个三国演义的作者改成了大业可称 改了一个字 但是全然不同 这个大业就感觉是刘备要光复汉世的大业 但你要说霸业呢 就是自立为王的这种大业 这个改得很聪明 那三国演义有一段我觉得写得特别不好 哪段呢 就是诸葛亮拿出一个什么西川地图 西川五四周地图 也不知道诸葛亮从哪拿出这个地图 如果诸葛亮有这个地图呢 后来张松县图的意义又何在 这还是个小事 你可以说诸葛亮的地图不够详细 人家张松县的一个详细 你这个是一个 你自己画的图 人家张松县是一个军事地理图 更重要后面这个话 就说将军欲成霸业 北洋曹操占天时 南洋村权占地利 将军可战人和 我小时候看到这段 我觉得诸葛亮太厉害了 因为咱小时候就学过嘛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山里自成 七里之国父 还而公之而不胜 什么必有得天时 所以言不胜者 这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 石非不深也 宾葛非不建立也 米树非不多也 什么什么 玩世地利不如人和也 与我们小时候的 学到的一个价值观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对上 看到这的时候 我们觉得有信心 曹操最后肯定打破刘备 因为曹操只占天时 刘备呢占人和 但是你长大以后 仔细一批 你发现不是这回事吧 为什么呢 曹操刘备孙权 天时地利人和 他们不应该是 一道连线体 一家只能占一样 你给我连个线 不是这个体 一家可以占散样的 那为什么只有孙权 占那一例 最后刘备占据了 巴蜀地区 难道他就没有地利了 邓之对孙权说的话 不就说的很好吗 什么 吴国有这个什么 大江之险 蜀国有什么 山川之故吗 好多人都说过 类似的话 那熟到哪 就不是地利了吗 那也是地利 包括你朝魏这头 人家在北方平原 有非常良好的战马 这不是地利吗 这也是地利 再是孙权 曹操这头就人不合 所以呢 这不是一道连线体 一家只能选一样 这应该是什么呢 九道判断体 曹操有没有天使 曹操有没有地利 曹操有没有人和 是这么一个题 所以小时候写的特别厉害 张大夫发现也不过如此 当然 这话不是诸葛亮说的 诸葛亮说不出这么水平差的话 这是文学家的手法 文学家的手法也很简单 前面说了一大堆文言 我是怕得听懂 荆州在哪 义州在哪 都不明白了 那怎么办呢 我给你来个简介吧 天时地利人和论 你一下就听懂了 好啊 我们再回到历史上的龙龙队 历史上的龙龙队 我们知道历史上龙队 它最后没有实现 没有实现 那问题来了 那这些步就哪步错了呢 哪步你不应该这么走呢 这棋不应该这么下 所以你最后出棋了嘛 那哪步棋不应该这么下呢 我们看一看 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文学家 历史学家 军事家 政治家 他们怎么说 首先看书巡 书东坡的老爸 书巡 四川人 对吧 他说 诸葛孔明 弃经周尔救西蜀 我就知其无能为业 我就知道 他要败了 为什么呢 书老爸说 因为诸葛梁 没见过大险 他以为这个贱门 就不可忘 那个险就不可忘 但是 我看 蜀国的险要 巴蜀的险要 其手不可输 其出不可计 精精而自玩 尤且不及 而何足以至中原灾 什么意思呢 书老爸说的 就诸葛亮 他本身是三宗人 但常年在湖北居住 他没去过四川 他不知道四川的险要 或者说 他知道四川险要 是比较片面的 他只以为四川的地方 一手当工 一手当工 别人打你很难 但是你打出去也很难 其手不可出 其出不可计 别人打你 还是因为运输难 运输难 你打出去 那同样也很难 所以 书老爸说 我一看诸葛亮 放弃荆州到四川这 那就完了 因为打不出去 历史上也确实 没有哪个政权 在四川起家 就打出去了 书老爸说的也很不对 王福之 这个明清之际的大历史学家 他认可 占据四川 但是他认为 诸葛亮这个战略 侧重有问题 诸葛亮说的是 谁在四川这北伐呢 是刘备 谁在荆州这北伐呢 是上将 而王福之认为 出约落者 就是在荆州这个 应该是正柄 应该是刘备 出秦川者 在四川这 应该是起柄 欲昭烈 自大众出秦川 而命将向网络 实情重义 因为荆州 它是一个四战之地 北面有朝朝 东面有村权 你这应该是重点 吞饼的 你应该把刘备放在这 你应该可以把 关羽放在四川 但是你这个放错了 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知道最后 咱们知道那些狠人 是吧 谁在四川呢 刘备在四川 还有谁啊 张飞 马超 赵云 诸葛亮 包括黄中 都在 而荆州这只有关羽 带的是什么 弥坊 什么傅志仁 什么 周藏 官平 这些 这个重量级明显 不宜 对吧 那毛红执的意思呢 应该把 刘备 他们 刘备带着诸葛亮 带着赵云 带着马超 黄中 应该放在荆州 把关羽放在四川 这个也有道理 我们再看毛泽东 毛泽东说分兵就是错 分兵就是错 说蜀国的误啊 就误在龙东队上 切裂之遥而二分兵力 后来呢 又三分 刘备 诸葛 这个关羽 三分兵力 按得不败 毛泽东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 就是一个小国 兵力也比较少 现在呢 你又分了好几个饼 被别人分而机制 那你就是肯定失败 我们看书群 王福智 毛泽东 都是在历史上 想当当的人物 都认为龙东队有问题 不光是那些 网络上的那些 喷着 喷诸葛亮 那龙东队到底对不对呢 我的观念 龙东队是对的 证据是啥呢 证据是周瑜 有一个跟龙东队 非常相似的计划 周瑜成京 一京 一京者的京口 就是孙权的 相当于首都吧 周瑜特意到那儿 见孙权 然后提出了一个策略 说朝朝心折扭 风又在腹心 朝朝刚刚打败 内幼外患 所有的妹敢打你 未能与将军 临兵相视野 我现在祈求 与奋为将军孙瑜 咱们一起取数 得到输以后呢 打汉中张禄 然后把奋为将军孙瑜 留在汉中 守着 与马超结缘 我周瑜回来 与将军您 咱俩一起在襄阳 对付朝朝 这么做 北方可投业 两路被罚 一路在四川 在益州 谁呢 奋为将军孙瑜 另一路 周瑜自己 和这个 孙权在这 我们看 周瑜也认同 这种两路北伐的策略 与诸葛亮 英雄所见略同 但很遗憾 咱们知道周瑜后来 孙权也同意了 这个策略 在周瑜准备的时候 感染文艺死了 在巴球 我为什么认为 龙东队是对的 因为在同时代 同时代的两个交子 诸葛亮和周瑜 都认同 这个两路北伐的策略 我远远不如他俩 我的智商也不如他俩 我对三国的理解 对朝朝的理解 也不如他俩 他俩认为对的事 我没有任何权利 认为他是错的 如果您认为 龙东队是错的 那您要么在 对三国的理解 要超过诸葛亮 周瑜 要么就是你在智商上 要碾下他 我觉得这样的人 很少很少 如果是您是这样的人 那我相信您在生活中 已经非常成功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诸葛亮龙东队是对的 因为周瑜也觉得他对 那问题又来了 既然对 那为什么错呢 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功呢 我的观点是 龙东队有实现的可能 是当时的最优解 是当时的最优解 但是龙东队啊 需要一步一步一步 阳格的走下去 这个流程图 你必须从头到尾 阳格的走下去 一环扣一环呢 而且每一环呢 你不光是要 这个这个 按照他的循环 按照他这个流程走 你还得运气非常好 保证每一步都能实现 所以我说是 牛有可能实现 有可能实现 还要看运气 而且你实现的前提呢 是每一步都要走 那问题就来了 那哪一步没按计划实施呢 哪一步没按计划实施呢 既然赵春阳你说 他有可能实现 而且要 阳格按照 这个步骤执行 那哪一步没执行呢 我觉得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 夺取经轴 这步根本就没有执行 因为刘备最后 确实得到了一部分荆州 但是怎么得来的 首先 这里的荆州 它指的更多是江陵这个地方 更多是江陵这个地方 因为江陵呢 相当于后来的荆州的 这个首府 当然你也可以给他 离职成整个荆州 刘备呢 他没有占领过整个荆州 荆州的北部 襄阳附近 是被草草占据的 荆州的东部 就是下口附近 江夏是被孙权占据的 但刘备也占据了荆州 很大一部分 包括荆州中部和荆州南部 荆州中部指的 就是这个江陵 就是核心 这即使是这样 这个荆州 首先这个江陵 南岸是周瑜分给刘备的 然后鲁肃呢 又把北岸分给了 借给了刘备 所以刘备这个荆州 不是他夺取的 而是别人分给他的 借给他的 所以我说 他没有执行第一步 那这有什么影响呢 荆州不是你夺取的 是你借的 那你就得还 所以你没法与一个 你向人借的东西 你又不还的人 与他结好 也就是说 当荆州是借的的时候 你就没法实现 跨有经义和外结孙权 同时满足条件 你要想拿到荆州 那你只能得罪孙权 你要想结好孙权 你只能把荆州还给孙权 因为荆州不是你 真刀争枪 有血汗得的 是管这孙权借的 你怎么可能管 别人借一个房子 你不还 你还要跟他成为好朋友呢 这就是我认为 荆队的问题 就在第一步就没有执行 因为荆州没有夺取 你甚至可以说 因为第一步没有执行 那么龙宗队就从来 没有执行过在历史上 并不是说 他后来才失败 是他从来没有执行 那还有一个问题 刘备有机会执行龙宗队吗 还是有的 时间点在公元208年 赤鱼之战前夕 长板坡的潮流追逐战的时候 刘备跑到了襄阳 诸葛亮就说 建议刘备去攻打刘从 这样的话占据荆州 结果刘备说 无不仁也 刘备没有这么做 咱先别管 这么做 能不能成功 我认为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因为诸葛亮呢 他不是一个莽撞的人 诸葛亮肯定评估了 评估了攻打刘从 占据荆州的可能性 他觉得这可能性很大 然后才向刘备建议的 所以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刘备没有 没有去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刘表 向他脱骨 是吧 刘表 我不能 刘表向我脱骨 我又打他孩子 所以最后刘备做了什么事呢 到刘表幕前 祭点了刘备幕哭了 哭了一顿 然后走了 他没有占据 没有去夺取这个荆州 也就是说 从这一刻开始 从208年 刘备放弃攻打刘从开始 龙中队这个计划 就从历史上彻底消失了 后来那一切 跟龙中队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龙中队 从第一步开始夺取竞动 你就没有去做 好 这就是我的观点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看看我的这本书 英雄的棋局 谢谢你 感谢观看